好快拿回去 你就回去拿 UP 喔唷 这盆树超型 好久 中了啊 我前段时间在伦敦 我的嗓子是因为我上一周连续吃了三根血糕 然后嗓子就咬了 买了一个这个杯子 是伦敦一个艺术学校的学生亲手做的 这样子 我觉得好漂亮 一直用一口 小鶡 好一点 砂糖 打赏 一些好多的 鸡 这边就可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杯子实在是太好看了 我因为看了这本书超喜欢 我就买了这一本 但这本我还没有看过 我先讲一下我看完的这本书吧 这本书叫The Midnight Library 它超级的 怎么说 就是说俗一点 就是治愈 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 或者说我从小 因为我的性格 其实就不是那种特别自信类型的 然后我对我做的事情都很不坚定 我记得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 就有人说 一个老师 然后三个学生去跑去一个终点 有一个学生呢 是绕了一圈操场跑到了终点 他就按照本来的跑道去跑到终点 还有一个学生呢 他就一开始就超最近的路 然后中间那个学生 就是跑了弯道 跑一半 看到别人抄近路 又跟着别人抄近路 我觉得我就是中间那个人 就是干什么事情 都很没有自己主见 然后很容易后悔 然后很容易怀疑自己 这里面还有讲这个主人公 他对他现在的生活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到 以至于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都觉得一点都不可惜 但他结束自己生命以后呢 他去到了一个夜间图书馆 就是在真实世界和离去的世界中间一个东西 然后在那个midnight library 他是可以去选择一些新的人生 一些他在这个生命里比较后悔 没有去做的事情 其中有一个就是成为他前男友的妻子 因为他在想成为他的妻子 和他一起在一个小乡村里开酒吧 我的生活肯定会比现在好很多 他发现等你真的活在那个生活 和你想象的不一样 然后后面又重复了就构成很多遍 他去体验了那种明星啊 然后奥运会冠军啊 就各种生活他都体验 他发现不同的生活都有不同的 就是让人很绝望 很想要重来的地方 我觉得就特别的有启发 因为我知道一点就是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 不要去看别人的生活 想象别人的生活 但是我经常会因为自己没做一个什么决定 去后悔或者后悔 想如果我当时毕业的时候 我就老老实实的谈恋爱 然后和别人回国 但我就想我当我那样的生活会不会和我现在不一样 看这本书就突然想到好像就是不管我做什么样的选择 我可以去选择不同的选择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决定它的结果 和我做了那个选择会发生的事情 就很多时候我会觉得 很多时候我误以为我做了一个选择 好像我就能决定它的结果和过程里面的事情 还挺好看的这本书 然后我这里面就喜欢做一些小的笔记 是不是觉得我很无聊 我是真的很无聊 我是真的很无聊 但是我享受这种无聊 图2 4点到4点 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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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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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t火 5点 5点 7点 7点 6点 投给 patron 10点 1点 好 0点 黄泡 翅膀 煮的蒸泡 煮沸騰 炸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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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做了关东煮 好看吗 你挡住了 这是世界名画对吗 这是莫奈的老婆 然后你还切了那个 它这样就不会散 把我的鸡汤也拿过来了 这次会是第三个的 我是第四个 你是第三个 哇好漂亮哦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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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市面超严重 然后我就来伦敦找我好朋友一起睡了 我的上衣是一个法国品牌 超级好穿 然后皮带呢是爱马仕的双面 裤子也是这个品牌的 真裤子我就不怎么推荐了 但是衬衣我超级喜欢 然后耳环是一个英国的品牌 然后再来一会儿 再来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